穷州海峡最窄处只有19公里 为什么不修一座跨海大桥直通海南岛 视频开始之前 大家帮忙点击右下角的关注 谢谢您的支持 穷州海峡作为连接中国南北的重要通道 其19公里的最窄处直线距离让人不禁想象 若是建起一座雄伟的跨海大桥 无疑将为两岸的通行带来极大便利 特别是对于热爱旅游的人们来说 无需再搭上船只便能轻松跨越海峡 直达美丽的海南岛 这无疑将极大的推动海南的旅游热潮 海南岛这片位于中国最南端的热带宝地 早已成为国内外游客中外的旅游圣地 特别是东三省的老铁门 海南岛在他们的心中就是第二故乡 和耶路撒冷在西方国家那里一样重要 2023年中秋国庆假期的数据显示 海南省接待的游客数量已超426万人次 与去年同期相比激增181.5% 这样的增长幅度不仅证明了海南的旅游魅力 更凸显了旺季更旺的旅游现象 而随着冬季的到来 海南的阳光沙滩又将吸引无数家庭前来度假过年 这使得入岛南的问题愈发凸显 现在想要达到海南岛只有两种方式 要不坐飞机 要不就是坐轮渡 汽车和火车开到穷州海峡也要等船 在天气条件较为理想的情况下 乘坐轮船从广东到海南的旅程通常不超过两个小时 尽管船程不算特别长 但下船后的过关和检验等流程同样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 然而在遭遇恶劣天气时 港口不得不再停航行 这可能会导致大量的游客被迫滞留在岛上 以2018年春节为例 当时众多游客选择到海南度假 但由于穷州海峡突然出现了大雾天气 多个港口的船只被迫停航 整个航线长达206小时无法通行 这让许多游客感到不满 甚至有人认为前往海南岛游玩的繁琐程度堪比出国旅行 海南以其丰富的椰子和其他农产品而闻名 但受限于岛内居民的消费能力 大部分农产品仍需运至岛外销售 然而目前海南的过海方式效率并不高 就在这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产品的流通速度 一些客车司机表示 即便是平时过海也需要花费四五个小时的时间 而在恶劣天气下 他们只能无奈的在港口附近等待 这即增加的运输成本 也影响了农产品的新鲜度和市场竞争力 因此改善海南的处导条件显得尤为重要 这不仅关系到岛内旅游业的持续发展 更直接关系到名声福祉 据经济专家推算 一旦穷州海峡大桥建成通车 海南的农产品年增收将超过200亿元 旅游业收益也有望翻倍 想象一下 开车仅需半个小时就能从广东抵达海南岛 这无疑将为海南带来巨大的经济机遇 穷州海峡大桥无疑将成为海南通往繁荣的黄金大道 面对如此旺盛的旅游需求 为何穷州海峡的跨海大桥建设 却迟迟无能动工呢 资金和技术无疑是大型工程建设的两大关键因素 广东省和海南省委的领导 曾经做到一起盘算过 修一个跨海隧道需要1400亿元 工期要十年之久 而修跨海大桥的话 成本要少500亿左右 即便是这样 梁省也一下子拿不出这么多的钱 当然这是2008年前的事情了 现在的广东省绝对有实力修 从技术上来讲 当下中国绝对有这个实力 要知道港珠澳大桥全长55公里 我们都修好了 穷州海峡才多宽呀 修桥的话最长不过30多公里 关键在于它应不应该修 修好了能不能用 穷州海峡的海峰很大 修桥的话最好使用粮食桥 但是这样一来 就会影响到海峡货船和邮轮的通行 穷州海峡占据至关重要的地理位置 日通航船只达到了上千艘 且其中有重达30万吨的邮轮 想要不影响航行 只能修旋锁桥或者斜拉桥 跨度要千米以上 但是不要忘了 这里的每年都会有大风 当台风来临时 旋锁桥和斜拉桥强度不够 很容易被吹倒 目前唯一的办法 只能是修海底隧道了 其实这里面还有一个军事因素 南海舰队总是在战江 我国的核潜艇和航母编队 是要从穷州海峡穿过的 如果盲目的在海底修建隧道 会不会对我们的海军出航有影响呢 这个问题很容易被大家忽略 都看到这了 居住在海南岛的朋友就不要再抱怨了 还是坐船出门好一些 对外地的游客而言 坐船的海南岛本身就是一段奇特的体验 1400亿的建设资金 不如在海南岛多建设几个港口 多造一些大型船舶 这要更加实用一些 关注球仔 下期给大家带来更精彩的内容